大家好,现在我们要介绍的是盐水发电相关的小知识 请大家想一想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的车子为什么要放盐水 第二个问题是那是怎么用盐水发电的呢 我们来解答第一个问题吧 你的车子为什么要放盐水 这是一杯盐水 里面放了黑色的碳片以及银色的镁片 这样的组合就相当于我们的电池 这是我们的车子 这是我们的电池 它一起我们的车子就有了动力 当动力足够我们的车子就能发动咯 接下来是第二个问题 那是怎么用盐水发电的呢 这是我们的碳片 这是我们的镁片 这是我们的马达 以及这是我们的盐水 这四个东西是我们让盐水发电重要的东西哦 首先让我们来看到我们的碳片和铁片 这两个东西我们得接到马达上面 组装好之后 我们先将这个组合放到一边 来看看我们的盐水 盐水里面有钠离子以及氯离子 这些铁片会不断的移动 形成一种平衡 这时将我们的碳片以及铁片 放到盐水之中 这时它们会产生一种化学反应 铁片会释放出一颗电子 这个电子会使得马达转动 接下来电子会继续跑到碳片上 而盐水会有一颗氯离子补充到每片上 来补足刚才失去的电子 再来一次 每片会失去一颗电子 使得马达转动 接下来这颗电子会跑到碳片上 而盐水的氯离子就会补充到失去电片上面哦 因此我们这颗电子 其实就是像电力一样 它不断的产生化学产生很多的电子出来 而这电子越来越多 也就是我们电力越来越多 这样我们有了足够的电力之后 车子就能够发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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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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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